在出平元年,也就是公元190年,曹操在经历战败后返回酸藻。 他目睹了联军虽然拥有超过十万的兵力, 但每日仅沉溺于艳影和聚会之中,毫无进取之心。 这令曹操深感不满,于是他向联军提出了一个战略计划, 袁绍英率领和内兵前往孟金,酸藻的将领们则进驻成高, 占据敖仓,同时在还原和太古建立坚固的营债,以控制这些战略要地。 而袁绍则硬从南洋出发,经过丹、西进入武关,出其不意的袭击关中。 曹操认为,通过这一策略,局势将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善。 他进一步指出,如果联军继续这样无所作为, 不仅会失去天下人的尊重和声誉,还会招来耻笑和轻蔑。 然而,张苗等人并未采纳曹操的建议。 因此,曹操便带领夏侯敦等人前往扬州, 招募了千余名士兵,驻扎在河内,转而归附于袁绍。 另一方面,孙坚从长沙出发,向北进军, 在途中击杀了荆州刺史王瑞和南洋太守张兹, 最终与袁绍成功会试。 袁绍上表推荐孙坚为破鲁将军,并兼任豫州刺史, 孙坚虽成为袁绍的得力部将,准备向北方发起攻击。 然而,战局瞬息万变,孙坚随后决定改变驻扎地点至梁县东。 与此同时,董卓派出了徐荣和李蒙等人四处劫掠, 与孙坚在梁县不期而遇,双方展开了激战。 遗憾的是,孙坚的军队在这场遭遇战中遭受重创, 孙坚仅率领数十名骑兵突围而出。 由于孙坚习惯佩戴红色头巾,这成了他的显著标志, 被董卓的军队轻易认出。 为了分散敌军的注意力,孙坚将头巾取下, 交给了身边的将领祖帽佩戴,以吸引徐荣军的骑兵。 借此机会,孙坚选择了一条小路,成功逃脱。 祖帽则陷入了敌军的追击之中, 他机智地将头巾放在一根被烧过的柱子上, 自己则躲藏在草堆中。 当骑兵发现那红色的头巾时, 误以为孙坚就在附近,纷纷上前围攻。 然而,当他们走近才发现那只是一个空置的头巾, 被紧紧地缠绕在一根柱子上。 于是,敌军骑兵在意识道上荡后, 便纷纷离去,祖帽因此得以脱险。 孙坚军遭受了重大打击, 大量兵将被俘虏, 其中许多人更是遭到了残忍的杀害。 例如,颖川太守李民被残忍地烹煮而死, 而其他士兵则被布条紧紧缠绕, 倒掉起来,用热油灌杀。 另一方面,屯兵河内的王匡也派遣了泰山兵, 驻守和阳金, 意图发起进攻。 然而, 董卓巧妙地使用了移兵战术, 表面上摆出从平阴渡河的姿态, 暗中却派遣精锐兵力从小平北面渡河, 成功绕过了王匡的军队并在后方发动攻击, 导致王匡军在金北遭受重创, 伤亡惨重。 韩复因为害怕袁绍的威胁, 开始逐步减少对河内和酸枣联军的粮食供应。 当军粮耗尽后, 联军不得不各自返回自己的防守区域。 尽管如此, 各军之间仍然保持着盟友关系。 同时, 眼周刺事刘怠与东郡太守乔茂二人一向交恶, 刘怠便杀了乔茂, 任命王公接替东郡太守的位置。 在二月, 孙坚成功集结了散乱的军队并屯兵与洋人。 对此, 董卓采取了行动, 派遣胡诊担任大都户, 吕布韦齐都, 并服以其他多位都督, 率领五千步兵和骑兵向孙坚发动攻击。 胡诊为了整肃军纪, 扬言要严惩一名长官, 这一做法让其他都督对他深感不满。 当大军到达距离洋人城数十里的广城时, 天色已晚, 兵马疲惫不堪。 他们停下扎营, 喂马并休息, 准备在夜晚出发, 次日早晨发动攻城战。 然而, 由于将领们对胡诊的不满, 他们意图破坏他的计划。 吕布等人便散播谣言说, 洋人孙坚军的士兵已经撤离, 应该立即追击。 胡诊听到消息后, 立即下令出兵。 但此时孙坚的军队已经整顿好了守备, 董军无奈, 加上立誓即可, 人马疲乏, 唯有就地休息。 就在此时, 吕布又大喊有敌军偷袭, 导致全军陷入混乱, 士兵们纷纷丢弃盔甲和武器逃跑, 甚至骑兵也失去了马鞍。 董卓军在逃出十多里外后, 才发现并没有追兵。 天亮时, 他们试图回收兵器并再次发动攻城, 但孙坚的军队已经发现了他们的动向, 加强了城池的防守。 胡诊等人见无法得胜, 只能选择撤退。 孙坚趁机出城追击, 大败董卓军, 并斩杀了都督华雄等人。 当袁术目睹孙坚大败董卓军后, 有人向他献策, 若孙坚占据洛阳, 我们恐怕将难以制约他, 此举无异于以狼驱虎。 此言引起了袁术的疑虑, 于是他停止了对孙坚的军粮供应。 孙坚得知后, 连夜赶回鲁阳, 对袁术进行了严厉的责备。 袁术深感惭愧, 随即调拨军粮给孙坚, 孙坚也返回了洋人。 董卓听闻孙坚的英勇表现后, 为避其锋芒, 派李雀前去游说孙坚, 提出与他和亲, 并承诺让孙坚的子弟担任刺史、 郡守等要职。 然而, 孙坚对董卓的提议嗤之以鼻, 断然拒绝。 随后, 他果断进军大谷。 董卓亲自率兵迎战孙坚, 双方在先帝陵墓附近展开激战。 最终, 董卓败退, 转移至免池, 并在陕县重新集结兵力。 随后, 孙坚军进入洛阳宣扬城门, 击退了吕布。 孙坚不仅清理了宗庙, 举行了天地祭祀仪式, 还分派部分兵力前往寒谷关并在新安, 免池等地不防以抵御董卓军的进攻。 董卓对长使刘爱表示, 关东军中只有孙坚是真正值得警惕的对手, 需要各路人马严加留意。 为此, 董卓决定留下董月在免池驻军, 段威在华阴驻军, 牛辅则在安逸驻军, 而其他将领则分别留守各县, 以制衡山东的局势。 而他自己则率兵向长安进发。 孙坚在完成对各陵的修缮之后, 率领军队返回鲁阳。 由于破坏严重, 洛阳仅仅成为董卓与关东军对峙的屯兵之地。 尽管孙坚成功攻入洛阳, 但联军中的各群雄在此战役中大多结下了仇怨, 从原本共同对抗董卓的盟友转变为各自为战的对手。 因此, 董卓讨伐战在没有取得显著成果的情况下便宣告结束。